现在古埃及文明的发展被讨论 古埃及文明形成于尼罗河谷 埃及被视为尼罗河的礼物 因为以下的因素 每年尼罗河都会淹没周围的地区 并带入用于农业活动肥沃的黑泥 这世界最大的河谷成为农业地区 和发展成为一个城邦 尼罗河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的通道 尼罗河提供食物资源如鱼 这三个阶段的帝国统治 它们分别是格拉奖布巴 古王国时期 格拉奖布登阿汉 中王国时期 格拉奖布阿鲁新王国时期 这三个阶段的古埃及文明王国 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被详述 而第一次被讨论了 首先古王国时期被讨论 在公元5000年前 古王国开始于农村 有两个王朝出现在同一时期 在尼罗河下游的北部王国 以及在尼罗河上游的南部王国 在当年311年 第二个王朝这一是由拉加曼尼斯 在公元前3100年 这两个王国由占领北方王国的美尼斯国王 统一起来 拉加曼尼斯美尼斯国王 开发了孟非诗世 并让他成为王国首都 公元前2650年 古代王国达到顶峰 以下是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的特点 这王国开始于公元前2100年 至公元前1650年 并扩张到尼罗河的南部 在古埃及中王国时期 迪比斯被设为国都 国王国的势力 稳定和经济繁荣 国王的势力 稳定和经济繁荣 是王国辉煌的因素 这个王国与努比亚 建立贸易关系 苏联合尼斯国王国 在红尼斯国上 在红尼斯国上 但在红尼斯国上 他们在红尼斯国上 在红尼斯国上 被红尼斯国上 尼罗河古利和流贸易关系 但伤人在刑上时 面临着罪犯的威胁 拉加们 在红尼斯国上 和拉雅 被红尼斯国上 在红尼斯国上 国王派出部队和人民 在尼罗河建立防御堡垒 但在红尼斯国上 中王朝占领了 当贵族统治埃及时 形成了新王国 统治者被称为法老王菲老 法老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以打败外界的攻击 在红尼斯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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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法老王是拉姆西斯 他建造了许多偶像纪念碑 就在公元前1279年 至公元前1213年 当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 王国没落的时代开始 现在不跟班安达曼顿印度斯的 分享看 现在达曼顿印度斯 印度文明的发展被讨论 在红尼斯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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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尼斯国上 在红尼斯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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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 位于印度河谷地区的城市 所拥有的特点 Systems bay 和Systems pendドン的 管道系统 和下水道系统 被建设 Dindeng Bhattu上 在石半江 Mbappapurhuahan 18km 在Pina 我们的盘盘 4.8公里长的后砖墙 被建设 以防止水灾 Bandeng di Pina 地达南国沙,巴基门林东尼格罗格地拉加, 堡垒被建设于城内以保护皇室。 加尔拉拉斯拉巴,第格布鲁卡基地比纳, 30英尺宽的道路被建设。 Dindang Yamamisa, 跟Cawasan Pelluma 和安达了Satu Samer Lion,地比纳, 分隔住宅区的墙壁被建造。 Luma,地比纳等安巴巴盖塞, 十英格,十英格,十英格, 各种大小,最高高达三层楼高度的房屋被建造。 Damadun-Indus 门罗塞 pada sekitar tahun 1750mashihi, di sepakan berberapa faktor, seperti Kemba Bumi, Pandya, dan Selangan Orang Ayan. 公元前1750年, 印度文明走向落寞, 是由几个因素造成, 例如地震,洪水, 和亚利安人的袭击。 MING PAO TORONTO